好,刚才呢,我们是切换到 edge 边缘,那我们现在呢,看这个boulder 不过现在是没有boulder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呢,并没有任何的破面 所以我们这边呢,可以先切换到polygon 好,多边形,我们先删掉 一个面好了 好,删掉一个面之后呢 这边就有boulder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选择boulder 那这个boulder的话,你当然还可以去移动它 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然后你也可以做 其实boulder它可以编辑的指定比较少 也可以做一处的 可以稍微做一个一处的效果 或者是也可以做tranfer 那这个bridge跟connect我们后面一起讲 好,其实boulder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 如果我们在编辑的时候 不小心呢,把一个面删掉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用cap把它盖起来 你可以看一下cap poly加盖 按一下,就可以把这个面呢给补起来 好,不过呢,其实一般我们 也可以从command panel来做了 这个地方选择boulder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这个面 其实跟这边按一下cap 功用是一样的 就可以把那个面能补起来 这个很有用 好,比方说你今天呢 已经做了好几步了 像我们刚才这个图起来的这个像是背起的这个物件 如果不要的话怎么办 因为你用还原指令 这个还原指令可以记住你刚才做了哪些步骤 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次数预设是20次 你已经超过20次了 那你怎么把这个把它还原回来呢 可以删掉它 好,删掉它 来,我们这边呢选择 这边选择polygon 多边形 然后呢,你可以把这些多边形选取 把它删掉 好,这边也是 这个都把它选取,删掉它 我们看一下怎么把这个 把这个洞把它补回来 好 好 好,这边现在有个洞 那你要怎么补它呢 Boulder 好,然后呢 在这边按一下 cap poly 好,把这个洞呢补上 可是问题是没有错 这个洞现在补上 其实你render出来的结果 它是平滑的 可是 我们如果 很care它的布线的话怎么办呢 好,如果说你希望这个布线能够跟这边是 一样的 那怎么办 刚才我们在这边用了一个叫quick slice 这个是怎么样呢 可以整个 就是从我们这个所看的这条视线呢 投射的方向去切割 画一刀 好 可是呢 我们用的不是这个 我们要用下面这个cut 这个cut的指令呢 其实很好用 我先讲解一下这个cut的指令 一般的用途 选择这个cut之后呢 你可以在这些面上面的去做一些切割 好,我们看 点选 然后它切的时候呢 它是很自由的 它可以 点 对 点 切割 好 这是点 对 点 切割 那你切完别忘记按滑鼠右键 好 我再还原回来 按Ctrl 加Z 然后呢 你也可以让它不规则的切割 像你刚才看到图例哦 我如果想要做一个破掉的玻璃屏 我就可以用这个cut指令去把破掉的这个边缘呢 给切出来 好 我再还原回来 Ctrl 加Z 只要不要超过24就可以哦 好 那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好 看一下 你可以在这边 把刚才 失去的线呢 再切回来嘛 好 这边切完之后 你如果要切下一条线的时候 请你记得按右键 好 先跳离目前的切割操作 然后我们再继续画 从这一点 切到这里 按右键 再来从这里 切到这里 OK 好 好 那别忘记 你做完这个切割之后呢 在这个cut上 再按一下 好 再按一下 离开切割的模式 你看 这边的水平线跟垂直线呢 我们就补回来了嘛 那剩下的要做什么 剩下要做什么 我们就把这边的线呢 给移除掉就好了嘛 对不对 好 看一下 切换到edg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 把这些 线段呢 给选取 好 这些线段选取之后呢 我们把它remove掉就好了 刚刚讲过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remove edge 按一下 这样就remove掉了 对不对 这样就回来了嘛 好 ok 好 接着呢 我们再看 这个polygon 多边形 多边形呢 你选取之后 也是一样哦 你可以在这边去移动它 然后你也可以放大缩小 我们在这边可以用旋转缩放 你可以放大缩小它 你可以放大缩小 好 好 移动 ok 好了 不过呢 我们比较常用的一些编辑指定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在polygon这个索引标签上面 我们看一下呢 它可以做什么 一处的 它可以挤出一个高度 好 可以挤出一个高度 第二个 bibble 这个bibble呢 它可以让它也是挤出 但是挤出之后 放开以后呢 你可以选择让它放大 好 或是缩小 这个很有用哦 像我们如果说用3D面试做一些人物的话 人物的这个四肢呢 其实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桶状 因为它有一些曲线的变化 所以有些地方呢 你可能让它变瘦一点 有些地方呢 可能让它变胖一点 这个就是斜角 好 ok 好 再来 inset inset呢 可以让它缩小 可以让它缩小 类似像这样子 好 所以呢 来我们这边先还原回来 先还原回来 假如你今天呢 做一个游戏场景 你需要 需要房子上面有一个烟囱 那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吧 我们用bevel 做稍微挤出一点点 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呢把它拉大一点 好 看一下 好 然后呢 再切换到一处的 烟囱的上面会有一个高度嘛 对不对 好 然后再用inset inset缩小 缩小 缩小 最后呢 再用一处的 我们一处呢 通常是往外挤出 对不对 其实它也可以往下 那你往下挤出的话 你看是不是就做出一个烟囱了 里面看不到嘛 对不对 除非你真的是要做一个场景 做一个 做一个动画室 圣诞老公公从烟囱跳进去 那你就要做里面了 不然的话 镜头不会带到的话 其实这个面是可以把它删掉了 按键盘delete 就可以把这个面删掉 好我们在render的时候呢 面越少 着色时间就越短 你看一个类似烟囱的造型就做出来了 ok 好 那 我们在做一处的时候呢 如果一开始就选了两个多边形 好 假设一开始我们就选了两个多边形的话 那我们在做一处的时候 它是同时做 我还没有按到 好 这样的话就变成移动了 ok 好 没关系 稍微移动一下 好 这边呢我们这边再做一次一处的 一处的时候呢 它并不是一定是往上的 好 它并不一定像往上 其实它是看我们选择哪一个面 然后它挤出的时候 预设的方向是选取面的法线方向 就是面的垂直方向 好 你看 那你可以一次挤出好几次 这样就变好几段了 类似像这样 好 好了 那我们这边呢再看另外一个 bridge 这个bridge呢 可以把你选的两个面 桥接起来 我们看看怎么做 点选 点选这两个面 然后我现在这两个面呢想要把它 接起来 注意看 老师已经把这两个面都选取了 好 然后 这边呢 按一下bridge 这样就接起来了 看到吗 对不对 好 我再做一次给各位看 那这一次呢我用另外这边来做介绍 先选择 两个多边形 然后我做一触的 好 先挤出 好 挤出一次 再挤出一次 OK 然后我现在把这两个多边形呢 选取 按着control键 选取两个多边形 然后再按一下bridge 这样他们就会 连接在一起 这个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像如果说你今天做一个马克杯 马克杯的手把 你就可以先挤上下各选择一些面挤出之后呢 中间再用bridge把它连接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 OK 以上为各位介绍的是Polygon 多边形的编辑 待会请各位同学练习到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这个element元素的编辑 那个商号老师用不同的模型来做讲解好了 再講解历膏 或者是 继续 跟